各位有用過這個互動白板,這樣是不是讓大家比較沒有忌諱的願意在白板上寫字 如果教室前面這個白板你敢用的話,通常都是跟老師比較要好的 平常大家比較不敢亂來,可是這個有沒有關係?沒有 另外我在課堂上我也用過這種分組報告式的 就是你們剛剛在看我們不是有同學的Mobilize做的網站嗎? 因為那個,你看喔,我點進去這裡 這是我部落格的文章 我直接給你看那個就好 在上面這裡 剛剛那個檔案一打開你就看到下面有什麼 有同學,因為那個要做報告嘛,同學做報告 所以我就把那個開放出來 這個地方,比如說我把它打開 這個也是同學在報告的時候,就是線上直接填進去的 有沒有跟各位平常報告比較不一樣 因為有時候礙於顏面問題 你不好意思質疑這個同學 對不對?那因為用這種匿名的方法就沒有問題 你喜歡寫什麼就寫什麼,因為也不知道誰是誰嘛 這樣了解意思嗎?那這個東西怎麼做 我簡單講一下,就是在這裡 你從這個地方新增 不管是哪一種啊,反正文件啊,視算表,簡報意思都一樣 但是重點是,因為大家都要能夠編輯 對不對?所以呢,我必須把這個 你看我們互動版本就是這個 它的共用的方法要調整一下 你按右鍵,這個共用 平常我們預設共用都只能檢視 沒錯吧?但是呢,你要把它開到可以編輯 也就是說知道這個連結的人要能夠編輯 這樣才有,有沒有,這裡 所以你必須把這個地方修正一下 這樣就好了 那你只要複製好這個連結 對方進來就跟各位一樣 如果他沒有登錄這個Google的帳號的話 就會用匿名的方式進來 好,那這樣就會比較好玩 就會比較好玩 所以這個是跟各位稍微分享一下 其實我們的,不管是Google會圖啦 Google的那個,那個叫什麼 呃,試算表 因為試算表的好處就是像你剛剛所看到的 誒,我看一下 誒,不見了,我把它收起來 就是,它的好處就是 你可以做同一份文件 我可以用工作表的方式 就可以分很多組 這是它的優點 而且你可以用什麼 用欄位去區格 跟我們繪圖 跟用一般文件比較不一樣 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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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